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 卢秀燕与前总统马英九 前往谷关大道院祝寿大典 祈求国泰民安 而对手台中市长林佳龙 则是主持市政 力拼延任 别于一般有另类民调鼓吹反对票 结果显示对卢秀燕投下反对票的 有百分之三点二 对林佳龙则是七点六 整整多了两倍 对于任何的政治人物 我想这些都是警训 都应该这个要注意就是了 而复数票协会委托台湾指标公司 做的台中市长民调支持度 卢秀燕是百分之二十八点六 林佳龙则是二十六点八 宋元通是二点三 卢秀燕小言林佳龙不到两个百分点 几乎是持平的状态 反对票的出现对于市政团队是个警惕 但尚未执政的卢秀燕也有反对票 这都是双方该小心的部分 反对票是台湾少见的民调形态 代表性还未知 至于准不准就在年底即将揭晓 记者连家庆张志凯台中报导